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在河南省的西南部 有一道绵延四百千米的山脉 这座山被称作拂牛山 相传太上老君曾经在这座山中归隐 羽化成仙之前 曾经在山中留下了无数的宝藏 本来这只是一个神话传说 很少有人把它当真 但是就在三十多年前 一位普通的农民走在浅浅的河滩上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不远处的水底的淤泥当中 似乎有什么东西反射出了异样的光芒 他赶忙跑过去弯腰 把他捞了起来 哎呀 就这一捞啊 立刻让他兴奋不已 这是一块拳头大小 色彩明黄 十分沉重的东西 难道说 这就是传说中埋藏在浮牛山的宝藏吗 浮牛山归于中国河南省西南部 东西绵延超过四百千米 南北宽约五十千米 祖祖辈辈生活在浮牛山区的农民张战维 平时长道山中的溪流河道旁打草捕鱼 捕贴家用 那一天 他和以往一样在河滩上行进 突然 水中一块有着异样光芒的金色石扣 引起了他的注意 张战奎随手捞了起来 这是一块黄灯灯沉甸甸的东西 而当张战奎用世代相传的土办法 对他进行初步鉴定后 发现 这极有可能是传说中埋藏在浮牛山的黄金宝藏 当张战奎将这块四黄金的东西送到当地政府后 鉴定的结果让大家感到十分意外 这是一块橙色很好 分量很重的天然黄金块体 有关专家告诉我们 这块在河滩上被偶然识得的天然金块 在民间被称为狗头金 这块狗头金重量接近一千克 含金量达到百分之九十三 是迄今为止当地发现的最大的天然金块 被人们称为狗头金王 这块黄金究竟为什么会在河滩上现身 又会不会有更多的黄金宝藏 隐藏在浮牛山八百里山川的某个角落呢 黄金这是一种特殊的金属元素 而这种金属为什么从古至今被世人青睐呢 在这儿老陈我要跟您详细的介绍一下这个黄金 黄金这种金属在物理性质上具有很强的延展性 也就是说它能够打造成很薄很薄的金片 或者拉成很细很细的金丝 更重要的是这种金属的化学性质十分稳定 抗氧化 抗锈石 就算埋在地下几千年它一点锈迹都没有 只要重新打造 立刻就会变得金光灿灿 熠熠生辉 而咱们常见的其他的金属 什么铜啊 铁啊 铝啊 这都做不到这里 所以在人们的心目当中啊 黄金是能够万古流传的 就是因为黄金的这种性质 所以古人呢 早在货币出现之前 就将黄金当成了宝贝 后来呢 黄金还成为了一种权力的象征 古埃及人曾把黄金 看作是可以延续生命的神圣之物 比如说古埃及法老的面具和棺果 都是用纯金打造的 而神秘消失的玛雅文明呢 更是伴有黄金之城的传说 同时黄金呢 也被中国的帝王所喜爱 众所周知 古代中国的皇帝 都是要坐在金漆雕龙的宝座上治理天下 皇上讲的话被尊为金口预言 而皇室所用的器具呢 多为黄金打造 有的皇帝驾崩下葬的时候呢 还要穿上金铝玉衣 他们相信呢 这样便可以获得永生 然而黄金在地球上却是一种十分稀有的金属元素 如果咱们把世界上开采出的所有的黄金 放在一起有多少呢 您可能不知道 大概呀 也就是不到八万五千立方米 大致就相当于咱们故宫太和电的体积 您想想看啊 全世界几千年也就开采出了这么一点点黄金 那么您可能要问了 黄金究竟是从哪来的 为什么它在地球上这么少呢 有科学家推测说啊 说大约在四十五亿年前地球形成的时候 是一个温度很高 足以融化大多数矿物的一个大火球 很多宇宙中的小天体不断地撞击地球 这些小行星和陨石当中带有很多金属元素 其中也包括了黄金 就在它们撞击地球之后 这金元素啊 就来到了这个地球上 由于金的密度很大 于是呢 它们就逐渐地往地心下沉聚集 最后啊 其实百分之九十九的金都藏在了高温高压的地壳当中 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留在了咱们生活的这个地壳附近 大约是在二十六亿年前火山的喷发 把一部分金元素从地核当中又带到了地蔓和地壳当中 后来啊 经过了漫长而复杂的海洋沉积和区域变质作用 形成了最初的金矿源 咱们再来说说这个狗头金啊 这个所谓的狗头金其实就是一种天然形成的金块 迄今为止啊 世界上最大的一块狗头金发现于澳大利亚 啊 重达二百多千克 啊 在我国新疆的阿拉太地区呢 也曾经发现过大约八千克的狗头金 一般来说啊 狗头金大多出现在人际罕至的荒山野岭当中 但是咱们节目一开始 农民张战奎发现的那块狗头金呢 却是在一个人口相对稠密的农耕地区 哎 这引起了许多从事地质矿产研究专家的关注 他们陆续的来到扶牛山展开考察 为了破解这块神秘黄金的来龙巨脉 发现扶牛山区蕴藏的黄金资源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的张天义教授 带领科考队在扶牛山以北的蓝川地区 展开了科学考察 地理中国设置地跟随前往 在这里 科考队发现了一片 由破碎了盐块组成的石海 这时 银石表面一种似蓝非蓝 又略带银灰的神秘物质 引起了科考队的注意 张天义教授仔细观察后发现 这种矿物中含有一种十分稀有的金属 木 张天义 河南省国土资源科学研究院教授 对扶牛山地区的地质地貌 有着数十年的深入研究 暗蓝色的这个 灰木矿 灰木矿 灰木矿就是提前木金属的矿物 张教授告诉我们 木是一种在自然界中含量较少 分布稀散的银白色金属 这种金属十分容易氧化 因此一般都以这种蓝灰色的硫化木的形式存在 木呢就是一种工业味精 就像咱们家那边做菜一样 放着味精味道特别宣美 说到稀有金属啊 很多观众可能不太熟悉 什么是稀有金属呢 它们一般是指在自然界当中 储量较少 矿体分散的金属类型 还有一些稀有金属 当人们把它们加入钢铁之后 这钢铁的物理化学性质 就会发生奇妙的变化 成为不可多得的材质 您比如说 大家非常熟悉的国家体育馆 鸟巢 它是由四万两千吨钢材堆积而成的 独特建筑 用更准确的语言来说 它是一座由钢材构成的雕塑 鸟巢的钢材就因为加入了稀有金属 所以它具有了超级抗拉的强度 您要问我说这鸟巢的钢材 到底加了哪一种稀有金属 这个问题老陈我也答不了 因为这是商业机密 甭管是商业机密还是工业机密 反正是机密 反正是您要用普通的钢铁是绝对建造不了这样建筑的 其实不只是中国 在全世界最独特的建筑几乎都要用到稀有金属 您看啊 这是世界上最高的大桥之一 法国的米洛高架桥 它所采用的钢材当中就含有一种非常罕见稀有的金属 叫泥 把泥掺入钢铁之中就能得到一种更加坚固 更加轻盈的合金 考察队在福牛山发现的那种稀有金属木 一旦在炼钢的时候加入钢材当中 就可以得到一种抗高温抗腐蚀的合金钢 制造飞机火箭甚至航母都离不开它 那么在福牛山中发现的稀有金属木 到底和我们要寻找的黄金矿藏有什么关系呢 专家告诉我们说呀 说正是这些寒木的蓝灰色的石块 它能告诉我们更多的地下岩石内部的科学信息 张教授向我们进一步解释说 自然界中隐藏在地表以下的金属矿物 看似杂乱无章随机分布 但其实却颇有规律可循 一般而言 熔点的高低决定了每种金属矿体的排列次序 就像一张排列有序的剑靶 乌木等高温金属往往聚集在靶芯的位置 千芯等中低温成矿元素 往往排列在乌木等金属矿藏的外侧 而黄金白银则属于低温成矿元素 在正常的情况下 它们的矿体很可能分布在圈层的最外侧 如果科考队把木矿作为原型 展开一层层的排查 也许就能发现期盼已久的黄金矿藏 神秘金矿 即将显露真容 狗头金王 科考队能否最终获取 黄金传奇 地地中国 正在播出 发现了地下金属矿藏 像剑靶一般的分布规律 考察队在张天忆教授的带领下 开始在木矿周围的山岭中 展开更为详细的地质科考 在山林之中 我们巧遇了一位年近八旬的卖药老人 他为我们提供了十分有利的线索 这山里边有没有金子呀 金子啊 金子这个山没有金子 咋完呢往北去去有金子 老人告诉我们 就在离此不远的 一个叫狮子庙的地方 相传曾经有人发现过黄金矿藏 专家查阅地理地形图后发现 狮子庙是一个方圆百里的乡镇 正好处在蓝川断裂以北 距离三道庄木矿二十多千米的地方 于是科考队立即驱车赶往狮子庙 刚刚进入狮子庙墙 路边一块色彩斑斓的石头 吸引了专家的注意 难道这块石头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张教授告诉我们说呀 说这些巨大的石块 其实属于一种岩浆喷发冷却以后 形成的岩石叫安山岩 由于人们最早是在南美洲的安地斯山脉 所以就被命名为了安山岩 这安山岩既然是由岩浆冷却以后形成的 那么在岩浆还没有完全凝固 变成固体的时候 就会有一部分气体从岩浆当中飘散出来 这就形成了现在咱们看到的这些大小不一的窟窿眼 不过科学家人不叫窟窿眼 管它叫气孔 安山岩因为有了这些气孔 因此它就像一块巨大的海绵 很多色彩斑斓的矿物就有机会填充到了岩石的内部 于是就形成了这种当地有名的奇石叫梅花石 在福牛山地区竟然发现了大量安山岩的存在 这种特殊的岩石当中又含有许多梅花状的彩色物质 这就专家的关注 专家说呀 现在我们也许离找到那个矿体就不远了 张教授说 找到了这种奇异的安山岩 我们就已经发现了福牛山里十分重要的城矿母体 从位置上判断 这一代属于低温城矿金属金银的城矿区域 从岩石性质上判断 这一代又拥有大量的金属城矿的母体 在这种安山岩大量复集的地方 我们很可能找到黄金矿藏的线索 破解福牛山黄金宝藏的千古谜团 于是科考队立即按照老乡的指点 发现了一个当地人开采齐石留下的矿洞 当科考队继续向着洞穴深处前进了数百米后 洞内的温度变得更低 而湿度也明显加大 这时洞壁上开始凝结出许多 晶莹剔透的水珠 经过这些水珠的浸润 专家发现了一条条明黄色的矿带 这样的发现让专家感到十分兴奋 经过仔细的鉴别 张天义教授推断 岩壁上所含有的矿物极有可能就是高品位黄金矿藏 我们现在看到有些发黄的 非常漂亮的 精英涂彻彻的金碧辉矿 经过仔细的科学考察 张天义教授发现 在我们考察的狮子庙一带 拥有一条长度超过5000米 储量超过5吨的黄金矿物成矿带 然而尽管发现了这样的黄金矿藏 但是专家却告诉我们 山体岩石中的黄金矿石 含金量只有不到万分之一 一吨的岩石中 纯金的含量往往只有几克 这让我们感到十分不可思议 为什么在拂牛山脚下的河床中 当地百姓却发现了含金量高达93% 重量接近1000克的狗头金王 难道山体中的这些金矿 并不是狗头金王真正的来源地吗 经过了十天的考察 考察队终于在拂牛山里 发现了大型金矿的蛛丝马迹 但是我们想要寻找的高纯度的天然狗头金 却依旧没有踪影 专家告诉我们说 说这个狗头金 其实是一种在流水搬运作用下形成的物质 并不是河道中的原生矿 因为河床当中石沙混杂需要经过千桃万路才能得到 因此在地质学上这种黄金块体被称作沙金 而刚才咱们看到的山体岩石中的金矿 一般被称为岩金 那么考察队发现的岩金矿脉 和当年村民在山脚溪流下发现的那个狗头金王 究竟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呢 我们有没有可能发现更多的狗头金呢 一般而言 存在狗头金的地方 很可能有着不同寻常的水文特征 那么拂牛山区能够形成狗头金王的自然原因 究竟还有什么呢 走出矿洞后 科考队沿着蜿蜒齐驱的山路向上攀爬 行进了大约两个小时后 我们发现了一个神奇的泉叶 只见一股股水流从山体内部喷涌而出 这个位置呢 有一条断链 从这个方向走过 所以这块岩石呢 就比较破碎 破碎完了以后呢 水啊 就从地下岸壳里边给拱出来了 张教授推测说 大量的地下水 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里 一部分作为泉水喷涌而出 而另一部分 则顺着山体的裂系 进入了碳酸盐盐下方的安山盐矿层中 大量的水流 抹挟着矿层中的黄金元素 在海拔更低的地方汇住河流 在水流平缓的河湾处 沉重的金元素不断沉淀聚积 才会形成十分罕见的狗头金王 在考察的最后 专家告诉我们说 一块狗头金的形成往往需要几万年 或者几十万年的时光 所以我们今天很难再在同一个地点 发现狗头金的身影了 但是只要地理条件不发生大的改变 再过若干年 在同样的河床上 也许还会形成同样品质的天然黄金块体 这就是大自然周而复始的必然规律 黄金从古至今就一直被人们所珍视 这不仅仅是因为它金光灿灿的外表 更是因为其稀有而显得弥足珍贵 到了现代社会 黄金已经不再是皇族权贵的财富 在被许多普通人拥有的同时 黄金还被应用到了更多的领域 您看啊 这是最先进的望远镜 哈勃2.0 2018年 人类将发射这部有史以来最大的望远镜 去探查最早期的宇宙部分 揭开茫茫宇宙的奥秘 而它的核心零部件里 就有两盎司的黄金 其实无论是价格高昂的黄金 还是分布零散的稀有金属 它们都是我们这个星球不可多得的宝藏 今天在科学家的努力下 金属这种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了几千年的物质 又有了新的变化 您看啊 这是电影《终结者》 就是这个全金属的家伙 给全世界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它能够任意地变形 还能自我还原 实际上这种能变形的金属啊 科学家们已经研制出来了 它叫金属泡沫 是一种金属与橡胶的结合物 把这种金属泡沫加热以后 它就能变成其他的形状 那么这种金属泡沫有着怎样神奇的作用呢 您像在外太空吧 宇航员能带着东西有限 有了能变形的金属泡沫 那么第一天你把它当作扳手 第二天当你需要锤子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加热 让它又变成了锤子 也许将来有一天 这种特殊的金属材质 就能走进我们普通人的生活 比如说您家的工具箱里 只要一把金属泡沫制作的锤子就都有了 现在有科学家正在试验 要用金属泡沫制作飞机的机翼 这个飞机在天上飞的时候 它是机翼 到了海上机翼就能收拢变形 就变成了水下滑翔机了 据说科学家的灵感 是来自一种名叫脚嘴海雀的鸟 这种海雀要捉鱼的时候 它先在海上寻找盘旋 当看准了目标的时候 它就收拢翅膀 直直地俯冲入水 一击击中 随着科技的进步 随着人类的不断探索 地球里的宝藏开始被使用到更多的领域 人们尝试打破传统应用的边界 去发现它们更多更大的可能性 我们期待这位地球母亲 所孕育出的地球宝藏 能在未来为我们带来更多的突破 能为人类开启更加精彩的世界 好了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地理中国 我是老陈 下次节目我们再会